我們今天要來介紹工業用瓶車的車針 那工業用的瓶車車針顧名思義就是裝在我們工業用的縫紉機上面 它跟家用型的車針的最大區別就是它的針頭整隻都是圓的 那我們家用型的針頭的話它是半圓形的 所以一般的手提式或者是家用型或者是傳統型的縫紉機 是沒有辦法裝上工業用的車針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工業用的車針比起家用型的車針的車針號多了非常的多 它從7號到23號 這邊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工業型的它的針柱有分大孔跟小孔 基本上大家的工業型縫紉機的針柱都是小孔的 都是可以都是裝7到18號的車針 那除非說你會車到皮革或者是很厚的布料 會需要用到19到23號的車針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要改你的針柱 讓你的針柱變成大孔的你才有辦法裝上去 雖然有這麼多的車針號碼 但大部分的人都是使用9號、11號、14號、16號 這四個車針號碼 9號一般用來縫製超薄的布料 例如薄的棉布或者是薄紗或者是絲綢那種非常薄可以激進可以透光的那種布料 11號跟14號是最多新手還有一般人最常使用到的車針號碼 那11號的話大部分就是可以拿來車比如說比較薄一點點的棉紙 例如說襯衫啊或者是我們有一些女裝的織布啊或者是棉麻那種比較薄的就可以用11號車針 那14號的話就是可以用在於車一般的布料那你也可以車稍微薄一點點的那如果你覺得針孔比較大的話 你就可以再換回11號那16號的話就是縫製比較厚一點的 例如說我們會有牛仔布、窗簾布或者是比較厚的棉布 我們都可以用16號的車針 當你選擇到適合你的車針的時候你要搭配適合你的車線 工業型縫紉機大部分都是使用SP的車線 最常使用的就是40番的SP 但是依照你的車針號碼搭配的車線、車線號是不相同的 如果你最常使用到的是9號車針的話 我們會建議你使用80番到60番的車線 因為這樣子這樣子車完之後你成品上面的車線才不會太粗 才不會影響到你成品的細緻度跟質感 那如果你是使用11號或者是14號的車針的話 會建議你使用60到40番的車線 因為這之間的車線出氣是最適中也是最常使用到的 那如果你比較長車到的是厚的布料 會使用到16或18的話 會建議你使用30番的車線 OK 我覺得 感谢观看